第十一批 海口新港 刺年珍 拿起金鵝 首先不说清楚 相信很多人都会把他当作金鵝的金鵝针 其实这个争讨算是分临官靠欧凶 外海就是台湾海夹 早期来往的尊者 常常把出海捏回来的喜悔 店家做买买 所以出这些人比较多 就把这叫做海口新港 原本这个地方是医政者为主 大部分的八世 过来都是顺服的参政生活 因为外海的关系 土地的严分有较高 修行主人就较低 经济上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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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着生活 民国六十年间 开始到处跟餐厅 来做虚园 用来吃虚枚 虚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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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说 可以说 台湾所面对的问题 是政府和所有乡民 爱共同改冠的 自六亲来买了摄像了后 虽然有带动附近国政头的欢迎 不过,所担来的空气污染 和水浸恶怀的影响 还用实力的理顺就变比较差 长久以来,身体上 各种极极怪怪的政头也出现了 地书争理的少年伯 又不是中去他乡外力发展 所以,现在正来看得到的 差不多都是老伙子 跟送回来让四大人照顾的小孩 日头若晚上下来 就买习是这种空气的一样 跟以前的车车闭起来 让人很感慨 因为文创外当的推电 今后的抗水争 甚至管护推动文化质的特色 这几年,都有吸引很多 热爱本土文化的人数来参加 配合计划中生灵实体的生态保育 和佣食业所推动的山肖参观外当 多少,多少都有带动 及欧当地的欢迎 问题是,这人情态不一样 就算说,我们这儿 里乡打拼的人 都帮回去做做拜拜 老人若过 也是像春出生在家乡的乡亲世大 俗意说 人无亲,妥亲 我们这儿受海中,因此吃万人 受工业无缘,接着买着人的餐饭 最近听说,又要去飞中 若真的这样,在家乡的事大 为了疼舍后一代未来的健康和幸福 一定会叫出外的人尽量不要回去看他们 在乡情和亲情感受之下 愿洲最有什么,愿者会想到 某些人发现摩登 Castle, 某些人都想到 舐月份是操控最巨大 愿者会想到 生命的风景和荷叶 您者, 并者发现 宏你, 并者发现 多少, 并者发现